今天早上也有最新的發展特徵組把洪秀柱辦公室的學者顧問團台大教授張亞中叫去問 昨天傳陳廷飛問錄音帶 那麼今天立刻張亞中就去了 會不會跟錄音帶有關係 這件事情朱立倫到目前為止 還是裝聾作啞不回應 可以閃得過去嗎 民調呈現出來好像閃不過去 來我們這裡接下去給各位介紹現場國內民第一位資深媒體人翁水甲 大家安安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律師黃定 社交手 大家好 代表記起集團 鍾小平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王志祺 大家好 國民黨五六七聯盟發起人張士剛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水甲 現在連張亞中都調去問 昨天洪秀柱的水護李希嫣也調去問了 是不是案情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我相信特政組現在掌握的東西一定超過我們所有評論的東西 因為手上一定有一些每個叫來問了以後 那麼根據他們所問的東西又衍生出新的東西 所以就約談包括張亞中在內 還記得葉匡時其實已經超過我們那時候所知道所掌控的證據 對不對 所以今天這種狀況之下會突然間傳張亞中來 當然不是無敵放肆 一定有他的依據 那麼當然張亞中出來的時候面對記者說 他們沒有這個所謂的交換 他一定要這樣講嘛 因為如果有的話呢 連洪秀柱都會有問題啊 那沒有交換並不表示 有沒有人企圖用任何的方式來引誘你交換 那麼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很簡單嘛 我們現在還是包括這個今天洪秀柱在面對媒體 在問這個三千萬的事情的時候呢 洪秀柱的反應是你們很煩欸 你們去問檢調啦 我覺得在包括洪秀柱在內 兩兆包括國民黨在內 他們所採取的方式呢 都會讓人家起人一鬥 使這件新聞呢 因為這樣子所以呢 陷入一個無理物中 不知道那個如何去解脫出來的泥兆裡面 從上禮拜到這個禮拜 朱立仁的民調就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你們並沒有真正的說清楚講明白 到目前為止說的好像感覺上比較多的 不是清楚 而是比較多的好像是葉框石欸 葉框石是在他的臉書上 然後跟隔天對媒體的說法上面 而這裡面呢 讓人家覺得兩個是倒不起來 相關的當事呢 你們應該出來說清楚 但你不要跟我講說什麼偵查不公開 昨天我已經在節目上跟哥就會講明了 偵查不公開是指檢調偵辦單位的 這個公務人員他們的偵查不公開 當事人這件事情事實上你應該在第一時間說明清楚 包括中國國民黨也應該由秘書長李世川來 你就直接把那個所謂的支票 這個我跟各位說李世川做這個動作沒有任何泄密的危險 你沒有泄密的風險 你應該要把鐵證如山直接跟大家講就好 說哈嘛 你這鐵證如山這個證據支票上面是怎麼樣 然後呢 這個是東西怎麼樣 然後很簡單 出納會計這些相關的人全部做一排嘛 對不對 一字排 他們見證嘛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事情就鬧下去 出納會計這些相關的人等 國民黨這些相關的人等 跟紅伴相關的人等 很可能還是一樣會被特政組傳去 到時候傳去了以後很抱歉 就直接叫你拒絕作證 如果你這個拒絕啊 然後作了證以後呢 那麼很抱歉喔 如果你拒絕的證詞裡面有問題的話 你就是偽證罪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嘛 那如果沒有事實就是這樣 你就把它攤開來 講清楚說明白 而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這個案子並不是在野黨 包括民進黨台聯這些立委呢 無中生有故意拿這個東西 去跟特政組檢舉 然後呢去干擾所謂朱立倫的 這個選舉的行程 還是相關的 等於說這個社會的觀瞻 無封不起浪嘛 如果沒有你 10月5號拿3000萬 要給紅秀柱他拒收退回 然後又沒有10月6號凌晨1點50分 紅秀柱忍不住在自己的臉書上講 重複一遍 黨內同志用搭檔跟支援 你知道嗎 然後呢我拒絕 沒有這些事情 我告訴各位啦 就算你台聯跟民進黨的立委去 特政組選舉100遍 特政組也不會理你 也不會傳訊相干人等 那個士剛 朱立倫主席 現在出了一個張亞中 朱立倫還要繼續當啞巴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 應該是蠻單純的 其實第一個張亞中他一講 他沒有錄音彈 他說紅秀柱連智慧手機都不太會用 更何況去拿著去錄音 所以這個事情 我覺得可以說是無中生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真的有什麼錄音彈 對不起啊 如果按照過去的鬥爭手法 我直接丟給伊州看比較快 伊州看一丟出來之後可以吵三天 我絕對怎麼想都不會丟給陳廷飛 我丟給毛家慶去丟給媒體 都比丟給陳廷飛效果好 陳廷飛沒有說他有錄音彈 OK 對 陳廷飛還說他沒有錄音彈 他還說他沒有錄音彈 然後這個檢方問他證人的時候 他就是給了一個大家從媒體上看到的張亞中 無論題是每一個看報都知道 張亞中是他的這個所謂的核心幕僚 然後在之前傳了葉匡時 葉匡時他十指總幹事 這個從媒體上都可以得知的 所以我覺得選舉的時候真的很可怕 之前的宇昌案這個宣判 我們雖然是國民黨員 但是我們也不喜歡抹黑的選舉伎倆 同樣的道理 今天這一連串這幾天 朱毅倫還宣布參選一個禮拜的時間 抹黑接踵而來 之前說這個高玉仁的這個所屬的企業 這國防部又是比較對於他寬帶 再來又說什麼這個財產申報沒有報好 再來又說是這個手銀鴨腾的事情 我覺得同樣的 我們不喜歡用這種方式對別人 別人也不要用這種方式來對國民黨 就讓我們健健康康的選舉走下去 好這個今天的確 蔡英文告這一個劉毅如 那個勝選民事判刑要判200萬賠償 當然可以上訴 那個第一 剛剛施剛講就是說 他們不喜歡抹黑 他還特地拿宇昌案來講 所以你們不應該對朱利仁來抹黑 因為已經抹黑完了 我想宇昌案的這個部分 他算是台灣選舉史上最經典的抹黑案件 那這個案子其實在今天的台北地方法院判決也很清楚 是說你當時拿著所謂劉毅如拿著這些變造文書 用國家機器然後來做這樣的一個選舉的惡鬥 他認為你嚴重的傷害了這個不法行為 嚴重傷害了人格 傷害了名譽 因此判賠兩百萬 這個部分相當的清楚 但是這個案子其實跟朱利仁的手銀阿燈案 根本是不能類比的 為什麼 因為宇昌案是你用一個國家機器去變造文書之後 開始去做抹黑才會判賠 今天朱利仁的這個案件 是誰去 誰是主動去講的 其實不是這些綠營的政治人物 第一個講的是誰 洪秀柱 他跟你說你用搭檔跟資源來勸退我 你如果去看選罷法第84條的這個手銀阿燈條款 講到交付 期約或者是那個刑囚 這三個階段 犯罪行為的三個階段 這三個階段 其實都構成這個手銀阿燈的犯罪 他的徒刑是很高的 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那什麼叫做期約 交換條件 現在是黃秀柱否認 張亞中也否認 他說我們沒有交換條件 因為沒有期約 但是他有一個地方叫做刑囚 刑囚不是說去 行囚是說我對你要求 我先跟你說你來當我副手好不好 你不要選了 或者是說我給你什麼樣的資源或好處 你不要選了 拜託這樣好不好 你不用答應 他就構成這個犯罪 所以在過去的判決裡面 實務見解裡面 不管是檢察官的起訴也好 或者是法院的判決也好 你不管是拿錢 你去跟他說你不要算 你給他收一下 或者是說我以後副縣長給你當 這個問題 目前都有起訴跟判刑的這個案例 所以今天這個朱立倫的手銀阿燈的這個案子 其實沒有人去用偽造文書陷害他 沒有人去說 我用不實的指控去陷害他 而是洪秀柱他公開在記者會上面講 用資源跟這個搭檔來勸退我 而這個涉嫌重大 因為前面有三次的聚會 因此檢察官在這裡面就算沒有人告發 他應該主動的簡報分案 仔細去查 因為這裡面的犯罪嫌疑相當重大 所以那個司剛 也許我們就觀眾聽到你這麼講 會回過頭來問 葉光石是綠營的人嗎 應該不是吧 但是葉光石自己寫臉書 葉光石甚至於第二天還講到第一張支票 所以很多人就問第二張支票在哪裡 這一些難道黨中央不用出來說明一下 沒有第二張支票 當然是沒有第二張支票 因為洪秀柱第一張支票這種戰支款 他都不願意收 我覺得洪秀柱的態度 我覺得是OK的 第一個他說那個時候 大家對於換柱是否與否 還在進行討論 他覺得他這個地位沒有那麼穩固 對於黨部有關選舉的戰支 他覺得不接受 所以第二個他是給的是洪秀柱的參選的總統的專戶 再來第三個 如果真的要私相授受的話 沒有人會拿票據交換 這樣讓檢方查證據的 那個士奇 他講說洪秀柱的態度是OK 可是我們其實是問朱立倫的態度怎麼樣 因為現在真正在選的是朱立倫嘛 因為已經換過一次啦 我覺得那個事情是這樣啦 如果剛拿宇昌案來做比喻的 來做類比的話 當時的宇昌案 蔡英文有沒有出來做說明 有嗎 有沒有開記者會 有沒有詳細的把這些所有的過程 全部都公開給大家看 是 有嗎 所以還後來才逮到說 你劉易如是變造的嘛 有沒有說明 有說明 說明了之後 國民黨鋪天蓋地的買報紙廣告 每天一個半板的廣告 然後再罵蔡英文 這個東西叫做抹黑 可是現在我們回過頭來 講的這個舌音阿燈的事情 是因為沒有人出來 就是黨中央沒有人出來說明啊 因為所有的戲 其實看起來都是國民黨自己在玩嘛 自己人跑出來說 這個有人要怎麼勸退我 用資源用這個搭檔 然後又跑出來一個人說 3000萬的支票 這些東西都是都是國民黨的人自己講的嘛 那所以要對職的對方是誰 是黨中央 可是黨中央有沒有說明 黨中央沒有說明 而且據說啦 我今天聽說 其實昨天這個喬正中啊 就是洪秀柱的辦公室主任 其實他也有被約談 那有可能是他到了現場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變裝 但是總之他沒有被記者給認出來 也就是說特審組在這一次的案子當中 把兩個最核心 洪秀柱最核心 最貼近的幕僚 喬正中跟今天的詹亞中 雙中都已經約談了 那張亞中今天的說法是說 洪秀柱根本連手機都不會用 那我只是在想說 當黨中央跟洪秀柱談 這麼重要的秘密的事情的時候 洪秀柱難道不會抓著一個 他最核心貼近的幕僚也在現場嗎 所以今天 喬正中有沒有錄音彈 所以張亞中講的話是有意思的事情 張亞中怎麼說 沒有錄音 洪秀柱連手機都不會用 他因為說被用手機就有可能錄音 洪秀柱不會用 他沒有講說我張亞中不會用 他也沒講說喬正中不會用 對我有點懷疑說 因為這麼大的事情 洪秀柱我覺得他不會是一個人 去面對黨中央的勸退 我覺得他會找一個最重要的幕僚 跟他一起 他可以在旁邊給一些意見 這個人有可能是張亞中 有可能是喬正中 那你們兩個會不會用手機呢 你們會不會有錄音呢 我不知道 我只是提供可能的那個狀況給大家聽 那你看特徵組現在看起來 好像也約了不少人囉 而且他昨天約的什麼 瘋傳媒的記者啦 還有那個隨滬 以及今天張亞中 我倒不認為他是陳婷飛 講的那兩個人耶 因為你發傳票總是還需要時間來來回 跟當事人約時間 所以有辦法在昨天陳婷飛 才剛去過提供了兩個人的名單 今天那麼快就約才鬧 沒有我覺得還有可能會再繼續約 但是他會繼續約的狀態底下 能不能夠對特徵組有信心 我還是沒信心 馬英九的兩億元政治現金 特徵組約了多少人 約了一大票人 方式時間地點給錢的 什麼車子的屁股 對屁股等等 是不是全部都都知道了 到最後怎樣 簽結 所以那個時候最重要的那個 那個那個帳房 康秉鎮 他也約了啊 約了之後跟你說 沒事 大家回家睡覺 一切都OK 那這一次會不會又複製上一次的方式呢 我全部的人都約完了 約完了之後說 嘿大家誤會一場沒事 是 但是這邊那個小平兄 現在問題其實不太一樣 就是現在出來的人講的話 所舉的那些例子全部是藍營的人 夜框石 所以民間現在已經廢廢成已經第五天了 剛剛斯剛講說這個事情很單純 那既然很單純 為什麼朱立倫 甚至於李志川這些人 不出來這樣實際講的 就開個記者會 攤開來一次講明白 到現在都不錯 我同意一次講明白 這個案子 我們很難做 國民黨此時的處境 因為做怎麼樣 民進黨不會滿意 特徵組查 你認為我們該相信藍綠的口水 還是該相信 還該是比較相信特徵組 我們只能相信特徵組 有什麼選擇 對吧 他不記得是公正 現在大家都相信夜框石 對啊 大家相信夜框石 所以 沒有錯 朱立倫他們也沒有 李志川也沒有說 沒有三千萬 沒有人這麼講 大家都相信夜框石 我講幾個重點 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只能相信特徵組 他是唯一的檢察機關 他調查 其他誰說都不算 都是藍綠的工房 第二個 就是證據在哪裡 第一個 請陳廷飛說出來 A B 秘密證 黑白狼軍是誰 這第一件事 第二個 錄音帶在哪裡 第三個 傳張亞中是錯的 張亞中跟謝大林 是談他兩岸的政策 我認為 喬正中才是關鍵 真正其實處理 比較私密的事 然後呢 特徵組 洪秀都在特徵組說什麼 這個當事人說法 是重要的 所以我還是回到 證據要懷孕 拿出證據來 如果國民黨 有戳湯遠的事 那就朱立倫退選嘛 我這樣講夠公正了吧 那沒有的話 還我們國民黨的公道嘛 這很清楚的這個態度 沒有的話告發人要退選 告發人退選 可以考慮一下 除非交出黑白狼軍是誰 是不是 OK 也許先到這邊 那我就請問他隨調 剛剛小平話講的話 我覺得合理 可是這話應該是朱立倫出來說不是嗎 對 沒錯 事實上朱立倫到目前所講的話是什麼 清清白白 然後進後相信司法調查 就是這樣子嘛 那剛剛那個包括司剛也好 包括小平兄也講 事實上中國國民黨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那你既然清清白白 你就一次把它講清楚不就好了嗎 當年的宇昌案 講到宇昌案就更好笑了 中國無本無選機全奧部 所謂的奧部 所謂的負面選舉 宇昌案就是最好的代表嘛 剛剛這個司剛也說嘛 他雖然是身為國民黨員 但是對這樣子 對不對 言下之意 我跟你講宇昌案就是個抹黑嘛 那也是選舉的時候的抹黑嘛 可是於是有補嗎 四年後再判個200萬 有什麼用 沒有用 因為選舉大選已經結束了 有沒有殺傷力 有沒有影響到 有啊 人家會懷疑 你自己本身 等於說總統候選人 蔡英文的那個所謂的人格跟品格 就這樣被你糟蹋了嘛 賠200萬夠嗎 2億21 200億都不夠嘛 所以那種狀況之下 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 包括3000萬 我相信都不是人家故意 是無中生有的 確實有支票 而且好像還不止一張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金額一定是 源源不斷的 根據可能 宏秀柱以後的得票率 他得票率當然不可能 只有3000萬嘛 對不對 一票30塊 只有3000萬嗎 不可能 那麼你們要把它 整個說清楚講明白 那當然特徵組所做的 傳了那麼多人 也並不表示 剛剛小平凶說 要相信特徵組 不是不是相信 我們只能選擇相信 只能選擇相信 那就是台灣的悲哀嘛 因為過去我們 只能選擇特徵組 只能選擇相信特徵組 而特徵組的頭 檢查總統他做了什麼事 他做了什麼事 所以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檢查總長黃世民 卻拿了特徵組 偵辦監聽的案子嘛 是怎麼讓我們相信的 我插一句 如果說要相信特徵組 那很多人就問 這件事情 為什麼特徵組 不是主動簡報辦案 從頭到尾 我問各位嘛 到現在 已經兩個禮拜了 最重要的是什麼 那張支票嘛 請問那張支票 特徵組拿到了沒有 那張查扣那張支票 相關的本質 相關的出納會計什麼東西 你特徵組搜索 你不要說搜索 好吧 你再請他們交出來嘛 對不對 相關的這些保存證據的動作 你做了沒有 當然現在都是人的部分 可是我們必須肯定是 特徵組至少有動 但是我也要告訴各位 不管結果怎麼樣 至少明年1月16號 有機會 等於說政黨輪替的話 特徵組一樣 新的特徵組 一樣可以重啟調查的 好 特徵組至少有動 這個動是購命動的動 還是偵查有漏洞的動 大家拭目以待 這段信告者 休息一下 阿通繼續 謝謝 朱立倫一下車 張榮衛立刻上前招呼 握手拍拍肩膀 兩人就像老朋友見面 這一次總統大選 當然在雲林地區 需要張縣長有很多的一些幫忙 或者是告訴我們雲林的一些需要 朱立倫謙虛來請義 張榮衛也沒有是東道主的禮儀 自家庭院前席開40桌 包括明代鄉鎮長近200人到場立挺 老縣長展現地方實力 也把面子李子全做給了來訪的朱立倫 主席在國民黨很嚴重 對台灣的政治未來有一個新的希望 農旗可以背叛主席 共同來應付 2016年的總統和理會選擇 這一晚張榮衛 包媚張立善 還有張家俊跟戴姐出征的張榮旗 張家班全雲到齊 住下換珠上之後 態度180度大轉變 對於同時好友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到底該挺誰 張榮衛這麼回答 首先宋楚瑜的令令也相當好 我批判說 主席也有得看到這點 三骨茅如也OK 可以促進 大家可以說共同來為台灣未來來做打拼 四十多兩百人 我請大家來討朱立倫 低音 朱立倫已經是國民黨現在正式通過的總統候選人 這樣人家說 今天就有人講 會選囉 是不是這樣 這個部分雲林地檢署必須要給人民一個交代 為什麼 因為法務部的函視裡面 對於招待飲宴這樣的一個行為 就是說你請人吃飯 這樣的行為被列為說 他查查會選的重點 這是法務部的函視 而最高法院的一個判決 他裡面也告訴你 清楚跟你講說 招待不當的飲宴 這個部分都是被認定 可能跟會選會有對價關係 因此也曾經有被判決有罪的這樣的案例 包括剛剛主持人講到的林鄭二 這個立委 他因此被辦此奪公權 他因為請客吃飯 此奪公權 後來就是立法委員被拿掉 那包括說我們去查最高法院判決 甚至最簡單 最輕度的說 有一個教授 他請了兩桌學生吃飯 那教授請學生吃飯很正常 那這個請客吃飯的過程裡面 他剛好講說我有個朋友在這邊選立委 你們如果誰有在這邊的可以投給他 就這樣子被聽到之後 他到最高法院判決是判刑是有罪的 也就是說你去請人家吃飯 而跟選給特定對象 形成對價關係的時候 這個是檢察官必須要去給他理清 今天張榮偉前縣長 在雲林辦的事實桌 去支持特定的朱立倫 這樣的一個行為 吃飯請客吃飯跟支持特定對象 這個部分是不是有對價關係 這個是檢察官必須要予以釐清 而不能說 只有說過去好像什麼小英餐會 你就選擇性說小英餐會是募款餐會 還不是說我請客吃飯 募款餐會就說這個可能涉及會選 就要去查 然後但是你遇到張榮偉支持朱立倫 到現在為止 你完全沒有任何的辦 而且這是請客吃飯 跟募款餐會還是兩回事 你不能有選擇性辦案 這樣的一個疑慮 剛特別提到這個林鄭柯 這其實是一個蠻有名的例子 親民黨為的政策 因為他們的黨團 剩餘兩個人沒辦法成為黨團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林鄭柯 他當初是親民黨的立委 會選的經紀 2007年11月8號 那個人在選隔年的立委 他驗請原住民頭目吃龍蝦 攜開兩桌 並贈送印有林明治的背信 那兩桌是一萬三千塊錢 二十二個人 最後呢 桃園地監署依違反選拔法起訴 結果是怎樣 一直拖拖拖拖拖 兩年前2013年最高法院判處林鄭柯 一年八個月赤朵公權定案 因此解除他的立委職務 史康我想請教一下 朱立倫也不是一個政壇的菜鳥 尤其他現在官司 或者是被告家裡等等 為什麼這件事情上 只跟地方派系 展現我的團結力量 其他都不管了嗎 這兩個層次一個來看 第一個 朱立倫如果在地方上去跟張榮衛 然後拜託他支持 來支持朱立倫 或支持國民黨的立委選情 我覺得人情之常 因為過去的時候很長一段時間 張榮衛家族也被視為一個指標 宋楚瑜也去看 然後很多這個大家也看說 上次洪秀住去的時候 張嘉賢有沒有出來 就變一個指標 那所以這次朱立倫自己來跳下來選 當然需要把這各地的國民黨黨員 把它找回來 上司經理把它找回來 這是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沒有什麼好爭論的 就是每個人把自己過去的朋友找回來 把自己的找回來 藍綠每一黨都接如此 那更何況 這蔡英文過去還指控 不是不能講蔡英文 就民進黨過去還指控一些地方農運會 帶有某些色彩 那這次蔡英文還不是跟兩千多個農運會 幹部見面 我覺得這不能這樣講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你說有沒有這個吃飯會選的事情 那我建議就去按寧申稿 去查 去查當天是怎麼樣一個情況 然後當天人數有多少 然後怎麼講 然後吃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好像我看到有些年書裡面講 10月17號蘇智芬跟這個民林縣的地方的延續報 他也是辦了這個餐會啊 也是在這個 還席開很多桌在吃飯啊 那時候這為什麼沒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呢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啊 我覺得就 我就是歸司法 該申報 去告就去告 去檢舉去檢舉 讓司法去解決 不要成為口水戰 了解我們一樣一樣來 是 如果說送廚宜去也是蓋 這樣燒爛也是少人 那個有開40桌請吃飯 那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一碼歸一碼要處理得非常謹慎小心 是 過去一二十年以前呢 選報法沒有規定在會選 查查會選裡面沒有規定那麼嚴格啊 我就去吃過很多這種飯啊 是什麼飯 就是你後勤的資源的 這相關的社團對不對 跟鐵仔咖啦 然後各級的民意代表啦 他會幫你辦餐會 辦餐會呢 要一百桌兩百桌三百桌 把人都攏下來 然後呢 你就上台說 哎呀 動算了 你的證件理念是什麼 一桌一桌竹桌去 以前是可以的 以前的法律沒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後來呢 查查會選以後發現 這種餐會呢 最容易跟所謂的自強活動 你知道嗎 就安排你免費 甚至是說 讓你照顧去做 去處理 現在都不可以了 為什麼呢 這個都有 期約會選對價關係的疑慮嘛 所以現在 如果是一個餐會 然後呢 你參加 然後坐下來 然後來幫你介紹 然後動算好不好 足桌敬酒 這個就有貴選的這個疑慮 所以現在是不可以的 那麼你說 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呢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在比如說 今天是很多的 福人社的 獅子會的 很多的社團 他們在聚餐的時候 你來了以後 上台支持一下 幹什麼的話 這是OK的 但是 為了你辦一個 或者是 為了辦這個東西 辦一個餐會 然後特別幫你拉票 這個就有為 我們的選霸法裡面的 查查貴選的規定 而且這個很諷刺的嘛 上個禮拜才有法務部 跟最高檢察署 他們一起成立 所謂的查查會選 鐵馬隊嘛 所以查查會選 聽說那個揮舞棋子 那個棋頭 頭都掉下來了 你知道嗎 所以為了把頭給黏回去 為了表示真的有心 要查查會選 我建議 我也贊成斯剛所講的嘛 每一件都去查 你知道嗎 蔡英文 人家一個募款餐會 你就說人家有會選的可能嘛 那每件都去查 很簡單 有沒有 勿忘勿重嘛 如果真的有 那你就辦 是 小平 是 張宏偉跟朱立倫是吃定 地方上那些地檢署 不敢動他們嗎 不是 我們先了解內容啦 有沒有會選 當然可以 司剛講的去告嘛 那請檢調查 還是只能相信檢調 沒辦法沒有第二條路啊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我就看 第一個錢誰出 第二個是不是辦的活動是為了他選總統 對價 第三個是什麼明目 是誰哪個騎老生日 還是官地聖君的生日 還是媽祖顯靈的生日 只要弄清楚台資才能判斷是不是會選 或者慶祝洪秀柱下台 這個不太好 珠珠姐的感情 這點不好 所以我覺得 內容把它釐清啦 然後檢調去去調查 然後還給這個 有罪抓去關 沒罪還給我們國民黨一個清白嘛 就這樣 這樣就好了 其實我問題還是很簡單嘛 司祺 這個檢調沒有看到這些嘛 這個東西一定要有人告才能去查嘛 我就覺得其實選舉期間 各地的地檢署本來就是要去主動查會的啊 是啊 就是你要展現出一個積極執法的態度 這樣子某種程度也可以遏止這些 才可以殺雞儉活啊 對啊 你才可以遏止那些 可能有人想要動手動腳 動歪腦筋的那些候選人嘛 你本來就應該自己主動的去查 更何況 我覺得其實就是同一套標準 不可以因為對象的不同而有不同 當初是這樣子對林鄭二的 你在台南地檢署是這樣對蔡英文的募款餐會的 那你今天就應該用同樣的標準 去面對這一場40桌的大餐會嘛 他請來的全部都是地方的樁腳啊 民意代表啦 鄉政民代表啦 就擺明了 就是要為朱立倫參選2016年總統 這個張榮衛自己都講的啊 講得清清楚楚的 那所以本來就應該去主動調查 你知道在台南地檢署怎麼查那個 蔡英文的募款餐會嗎 那還是募款餐會耶 就是我拿了票我還不能帶著他一起去吃啦 雖然我也沒有想要帶你一起去吃 你想帶我們去吃 然後所以他們 所以他們對那個餐券跟身分證字號 跟你進去要出來打個電話 因為裡面太吵了 我要出來打個電話 出來打個電話還要蓋那個夜店章耶 也就是說他嚴格的程度 就他們自己把關做的 是如此的嚴格 因為地檢署的認定 有可能如果他擴大解釋的話 很可能會有危險的時候 那是不是也要用同樣的標準 去面對張榮衛辦的這一場 這本來就應該 各地的地檢署 都應該要有一套一致的標準 而且不因為他今天是執政黨 是在野黨 是選總統的或是選立委的 都應該全部一視同仁 我覺得那個才是司法做到 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人民才會自己有自信心 而不是像我們現在就很無奈的 我們也只能相信司法 那你要自己先取信於民啊 你要自己挺直腰桿嘛 你不要碰到這個就軟 碰到那個就硬的時候 你叫我們怎麼打從心底裡的相信你呢 我剛剛為什麼問說張榮衛跟張朱立倫 他們是怕這些地檢署吃定這些地檢署嗎 因為有某回這件事情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剛剛特別提到朱立倫談到宇昌案 大家都有講到 我們把它還原 他原來到底是怎麼說 再來看看他們 跟法律的關係是怎麼樣 朱立倫 他在2014年去年的七月七號 那時候新北市長競選年任期間 他就講到 他說如果宇昌案是一個最壞的示範 請很多在野黨的一些人士想一想 他們對我丟了多少超過 超過宇昌案的抹黑 宇昌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朱立倫也認為宇昌案是一個抹黑事件 最糟糕的示範 但是第一 朱立倫知道這種話 為什麼他就是趕到那邊去 然後事實說 這樣把他折下去 當仗說 來 把我們集齊 我想在這一個話的邏輯是說 如果宇昌案他的認定 宇昌案真的是抹黑 剛才施岡這個法起人也講說 這個確實現在法院的判決認為 他是個抹黑 那你用選舉不能用奧布抹黑 所以這樣的一個手段 不應該在選舉上使用 所以你們現在在抹黑朱立倫 所以但是我覺得要就事論事 就個案來判斷 因為今天宇昌案有一個變造文書 有法院的判決 法院的認證 告訴你他是抹黑 但是今天朱立倫在檢驗他的過程裡面 包括剛才講到的手銀阿燈的問題 那個其實是洪秀柱講的那些話 在記者會上公開講的這些話 導致他有重大的犯罪嫌疑 這不需要人家告發 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檢察官只有犯罪行事 可以主動偵辦 所以你看到這個東西 已經超越偵查的門檻 你就應該主動來偵辦 那同樣的道理 今天在這個所謂雲林的事實桌 雲林地檢署當然要先釐清 我當然相信有可能這個東西 跟朱立倫不見得有關係 跟國民黨不見得有關係 因為可能不是他們去請的 但是是誰去請的 要把他釐清 吃了什麼東西 他的舉辦的一個目的是什麼 因為你一定 你看那個看驗這個影片 你也知道 如果檢察官看 看到這個新聞畫面 現場應該是選舉造勢的活動 他有支持特定對象 有招待影驗 符合我們法務部的函視 有關於招待影驗的這個規定 也包括最高法院的判決 也告訴你說這個東西不行 所以在主動的分案的 這樣的一個基礎下 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不需要人家告發 檢察官有權 知犯罪嫌疑主動偵查 是 所以那個小朋友 你一再講說 那我們就信任 信任這些檢察官 信任那個地檢署 但現在就出現問題了 按照地影跟十一剛所講的 真的如果沒有人去告 就是段一剛所講的 地檢署 不是起訴 你起床了吧 他都不動話 那怎麼辦 不會啦 民進黨立委那麼多啦 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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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那個女生 陳丁菲 陳丁菲啦 這樣的委員很多 一定會去告的啦 你放心啦 總會發明 我看明天怎麼去告 我覺得啦 我是政治判斷 會去告啦 重點是告是一定會發生的 如果沒告 那就檢察官 地影講主動去偵查嘛 認為有犯罪之餘 有會險之餘 好 再回來 我再重複就是 誰出這個錢 有沒有對價關係 內容為何 有沒有喊動算 有沒有穿背心 有沒有發文宣 這個都是重點 這樣才符合犯罪的要件 因為我們也很小心 我們選小小的議員 有一次我也被傳去 送一個米 30塊以下 大律師 30塊以下是不是合法的 在法務部的認定 他用20塊做標準 30塊已經算很嚴苛對不對 我那個米就 特別買29塊 他還沒辦法傳去 他還沒辦法漲價 傳了好幾次 你買的時候29塊 你送的時候 已經賺到32塊了 物價有波動 當然啦 選情有波動 物價跟著偷動啊 所以請不請說 跟通膨有關係 當然啊 通膨是誰在執政 馬英九啊 事當通膨是 不是 欸 時期 你看連小平自己都講 好幾個重點 那小平都知道了 地檢署可以不知道嗎 對 我就是覺得說不過去 所以我剛剛才講說 你們本來就應該要主動去偵辦 因為電視畫面都講了 更何況 在電視畫面上面 張榮衛對著鏡頭說 這是 這個要 朱立倫選 2016年總統 就是 就講得如此清楚 請的又是這些裝腳 那你不可能請 吃一個人的晚餐 30塊以下嗎 這是按照常識判斷 完全不可能 所以其實地連署 應該要去主動了解一下嘛 那這也難怪 為什麼段英康要在臉上說 嘿哈囉你們起床了沒 對 否則你看新聞都已經播出來了 都已經知道 是這麼大的一個場面 40桌 很大耶 很多人結婚還沒40桌 林鄭哥我剛剛講 林鄭哥是兩桌 22個人耶 對 那所以規模上面是很大的 我相信 以張榮衛這樣子 在地方上面的實力 其實他要辦這一場活動 早就會有風聲了 他也不是說 臨時啪一下弄個40桌起來 是 之前有風聲的時候 雲林地檢署 就應該要開始有一些嗅覺了 而不是等到新聞出來之後 我們大家這邊講了半天了 還要立委在臉書上面 問你起床了沒 你到現在還沒動作 我覺得這個太慢了 而且因為朱立倫本身是總統候選人 旁邊除了水戶之外 地方的警察一定會來協助安全的部分 也就包括收證的部分 所以收證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陶珠苗有些鄉親 這個所謂的對價關係 是指不當飲宴嘛 陶珠苗有些地方 因為鄉親的關係嘛 怕你肚子餓 所以弄個炒米粉在那個地方 或是炒個鍍丸湯這個地方 要不要吃隨便你這樣子 那個跟不當飲宴有不一樣的 等於說那個時代背景 那就不一樣 但是事實上這一場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來的都是幾乎都是下層 像金字塔一樣的一個裝腳 那又是朱立倫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雲林地檢署應該要好好的處理 我若是張濃衛 地檢署把我找去 我會跟地檢署講說 我是對著鏡頭講說選朱立倫 我不是對著鄉親講 我們知道五號 我們知道五號 我對著檢察官講說 宋楚瑜來 我也稱讚他 我也請他吃過飯 那就沒事了 因為我兩個中的候選 請宋楚瑜吃飯 沒有特定特定講 請鄉親 我不是讓我們一起抽水吃飯 如果請個幾桌 那一年就沒事了 好 來 過來現在打蔡英文去就沒事了 我們這段先告訴你 稍微休息一下 好 謝謝 這個絕對不可以是說 再用抹黑這兩個字 就要把它交代過去 炮口再度對準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朱立倫 台連黨團爆料 朱立倫漏爆財產 而且長達四年 這些都有很明顯的寫著 朱立倫有1.05%的股份 旁邊白白色的這一排 那是他自己的監察院的申報 他卻自己都沒有申報 比對朱立倫岳父高玉仁 所擁有的上市公司寶一 與台同光電 從2007年到2010年的年報 每一年都載明 主要股東朱立倫持股1.05% 不過在朱立倫申報的財產中 卻都不見朱立倫的名字 台連質疑朱立倫隱瞞 持有20萬股面額約200萬 難道想規避什麼 這裡面寶一科技 台灣光電還有微創公司 最主要在執行 實際上參與政府標案的 得標率高達了55% 這個跟朱立倫擔任 那個桃園縣長 擔任行政院的副院長 這些都沒有關係嗎 這些競標政府工程的獲利 朱立倫都有分一杯羹 用盡各種手法抹黑 各式各樣的計量都來了 就是要抹黑朱立倫主席 過去我們很少看到這個民進黨 這麼積極簽證真的是躺著 台連痛批朱立倫心裡有鬼 沒有規避利益衝突 藍營反批抹黑 選戰倒數參選人 過去的點點滴滴 都一一被攤在陽光下解釋 好朱立倫的岳父 朱立倫的弟弟 包括他自己時期 其實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都有一些所謂的政商不當關係 等等 朱立倫一例用一句話 抹黑負面選舉 現在還是這樣子 OK嗎 就是朱立倫跟他岳父 其實都是用同一個態度 說沒有那個跟我沒關 你搞錯了這是抹黑 那我覺得其實現在 在台灣的政治氣氛的要求 真的已經不一樣了 公開透明這是大家對於政治人物的一個原則 所以我覺得如果朱立倫 你現在代表國民黨要參選總統 你真的應該把你自己的所有的 清清楚楚的財產 你家人包括你老婆 你岳父 你所有家人 他們手中擁有的持股 然後開設的企業 然後擁有股份的這些公司 你都必須要公開說明 而且你還要說明的是說 為什麼在你擔任政府公職 特別是中央政府高官的這些期間 這些相關企業現在被人家講說 很多都跑去標政府的標案 他得標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是不是一個合理的現象 正常的現象 那其他的公司也是這個樣子的嗎 比例也都這麼高 這些東西你必須要做一個清楚的說明 而且你得承諾萬一 不是萬一如果假設你以後選上的話 你所有的這些持股這些都得放棄 而且你所有相關的這些家人裡面的企業 絕對不會來投標政府的任何一個大大小小的標案 小到一百塊的你也不可以標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自己本身要展現出一個態度 這個態度是透明的 是這個清白的 是讓人家可以相信的 你這樣才有條件自己選下去啊 而不是說一切說明通通都沒有 然後就說你抹黑你抹黑 可是你弟弟是真的有在那個公司裡面擔任監察人啊 國保人壽 對不但在國保人壽 而且還在那個那個另外那個網路的那一家 官貿官貿網路裡面 他也擔任了什麼一個一個這個監察人之類的這樣子的職務啊 那這些你弟弟擔任政府轉投資的這些企業 然後你都是在中央政府當高官的時候耶 這件事情難道不會有一些瓜田裡下嗎 當初國民黨罵蔡英文宇昌案的時候 該迴避的不迴避 那現在是不是用同樣的標準 我們四年前的標準是這樣 四年後也沒有更嚴苛喔 就用同樣的標準來問你租家 該迴避的難道都不用迴避嗎 氣氛不一樣人民要求不一樣 租立的形象是也跟著改變了 同樣的抹黑負面選舉 現在是不是沒有效了 我們可以從台灣智庫民調今天發佈的 也許可以一看究竟 最新發展這個發佈的最新總統大選民調 台灣智庫民調 小英多少48.1 朱立倫16.3 輸30%還有很多 32% 那如果是沒有宋楚瑜兩個對打 哇 30%.9% 這邊是32% 所以水定 欠出行情應該要有啊 不是到處都熱鬧嗎 那行情 還是低迷不振 當朱立倫在11天前 接受國民黨的臨時全代會徵召出來了以後 那麼他當時所做的名額 在那一天開始的幾家民調裡面顯示 他比這個等於說洪秀柱的民調 大概有提升到8-9%嘛 不過我要很務實的告訴大家 不不是朱立倫多強 而是因為洪秀柱太弱 之前的民調太低 所以你不能拿洪秀柱來比 你要拿什麼比 你要拿朱立倫之前的民調來比 那麼事實上呢 朱立倫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一次回到他之前的民調 他之前的民調最高的都有30幾% 他都沒有最多也是20幾% 那麼當然有些人會說台灣智庫民調你這個朱立倫是不是太低了 那麼為什麼會那麼低呢 很簡單 我告訴各位 這個事實上朱立倫曾經在他徵召了以後 密集的接受了快要二進二十家的媒體 各式各樣的包括電視 包括這個所謂報紙 包括廣播等等 他有其中有一句話印象深刻是 所有一切衝著我來 不要争對我的家人 家人包括親戚朋友 你知道嗎 這句話就是先消毒 就好像宋楚瑜一樣 先朝自己身上丟泥巴 丟滿了以後你再丟個泥巴來 我就比較不會那麼髒了 為什麼這樣講呢 事實上你要身為我們台灣 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 不是用放大鏡 要檢視你跟你的家人家族親友 而是要用顯微鏡 你不要忘記2012年 今天劉毅如被判賠200萬的宇昌案 是用奈米抹黑 你知道嗎 把他用那麼小的東西 給他弄得那麼大的以後呢 想盡辦法 登一大堆的廣告 然後敲邊鼓 然後用政府的力道呢 去抹黑一個總統參選人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我如果記憶沒錯的話 上個禮拜另外一家電子媒體所做的 這個所謂的民調裡面呢 朱立倫在有宋楚瑜的情況下 依然這個輸小英17% 如果兩沒有宋楚瑜的話 對兩個對決的話 輸18% 那麼顯然 我相信這個禮拜一定會有更多的民調出來 那麼如果你認為說這個差太多 那很簡單 我告訴各位 因為朱立倫11天來 都在從事他嘴巴說要打正面的選戰 卻一再用負面的選舉的方式來攻擊民進黨跟蔡英文 優雞八卦 連這些三千萬的事情到現在五天都講不清楚 你的民調要怎麼不回黨 要怎麼不往下跌呢 我們現場有律師 現在說我岳父投資的什麼威創 我弟弟什麼這個這個這個朱立倫 所有那些這些是到底是抹黑還是說有必要說明一下 我想剛剛看那個新聞畫面裡面 這個台聯黨團的總召 那個賴政昌教授 他其實是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 所以台北雄專的校長 他就具體找到那種類似跟財報一樣的東西去比對出來說 你的股票有兩百萬沒有申報 為什麼要去閃躲 可能是特定的一個企業的一個股票沒有申報 這不是一句抹黑或者是一句造謠就可以回應的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去跟人家講 這已經是你個人的財產申報的問題 你今天作為一個總統參選人 你必須要去回應有關於你自己財產的一個問題 今天在野黨的立委提出這樣的一個質疑 你就當然不能用一個抹黑隨便的輕率的態度去帶過 過去宇昌案國民黨鋪天蓋地在做這樣的一個 變造文書之後的一個抹黑的過程 蔡英文主席親自開過好幾次記者會 也包括黨部發過很多次聲明稿 甚至到最後發現說你還是執意這樣子抹黑 用提告的方式 才會發現說到選舉完之後說查無不法 這件事情真的是烏龍 到現在劉易如判賠兩百萬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司法 還他清白還他公道的一個問題 今天朱立倫主席面對同樣的一個檢驗 大家在檢驗你個人的財報 是不是有這種申報不實的問題 為什麼兩百萬的股票沒有做 這是台聯黨具體的一個指控 也包括說對他的這個什麼七家的這個微創公司 是不是為什麼跟國防部之間的這個企業後面的和解 居然這個和解可以讓國防部放棄了三千萬不要去要求 我們知道說一般的履約過程裡面 你對於說如果無法履約 通常來講不可抗力天災地變戰爭 你才能不能履約 那你今天不能履約的結果 你還沒跟他要違約金 他說的理由是叫這個外國政府輸出許可沒有發下來 所以這個事情很荒謬說他沒發下來說我沒辦法履約 沒有履約我還不用賠你違約金 這件事情在整個整個食物上面 食物的運作上面是很罕見的 那為什麼這麼罕見呢 今天台聯的這個立委去提出質疑 那朱立倫他不能說這是抹黑這是造謠 你還是一個具體的指控 你就必須好好去說明 這個對社會大眾有一個澄清的一個義務 也必須要跟社會講說 今天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 他是不是經得起檢驗 而還是他在回避檢驗還回避監督 我想這個事情是很嚴重 所以說那個小平兄 你現在從這裡來看朱立倫 他還是用負面或者是抹黑 真的你看看民調有用嗎 先講民調台灣智庫一點都不酷 幫我們做16% 中華智庫可能酷一點 我不曉得這個 我覺得你們會說 這個中時聯合T台有機關效應 中華做台灣智庫也有機關效應 找四星幾個學術單位又專業的來做 大家比較能夠信 當然民調我們還是低啦 我們會努力迎頭趕上 是 好 謝謝 只要迎頭趕上 就要迎頭熊利